话说 因缘阁有一小仙 名祥云 临入塔路状 与战神初空 一同跌入红尘巾之中 一开启 这初空仙君 究竟是何方神圣 他可是永远空天神力的 麒麟神族二殿下 你 东京往后 你便是本座预定的历劫仙旅了 你这个转车转得太折了吧 我才三千岁 他都五万岁了 这也不是爷僧恋 也得是老祖宫恋了 看我这目录 霸道墳地小娇妻 高冷仙君最给力 尺度在大一段 仙君 吉时已到 夏凡仪式 现在开始 仙君 祥云 不是吧 师父 我和小翔顺修吧 四季情节安排上 原来喜欢一个人 是这样的感觉 万千红尘 明明众生 我一直在找一个人 自古以来啊 少女的心思 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难懂的谜题 作为祥云贤子 对触空贤君 是怎样一份感情呢 我从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们好像认识许久许久了 师父的心跳 是因为小翔顿 佛人的聘礼 陆海空服不上 带我许久后会战功 回来喝本宫主将的 海棠花酒 下辈子 下下辈子 你都能找到我 我过去的人生有你 所以未来 也希望有你相待 同身共赴 永不翻译 照这架势 因缘格又多一靠山女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